真言三十一章三十节 艳丽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浮的 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艳丽原文可以翻译成迷人 魅力高雅 美容是指女人的美貌 而虚浮的可以翻译成虚空 争气呼吸 这节经文告诉我们 一个女人外表的美丽魅力都是虚假的 好像争气一样 转瞬即逝 只有敬畏神 真行主化的妇女 必得主的称赞 这一节经文再次提醒我们 艳丽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浮的 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让我们更多的去追求 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女人或男人吧 香港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